中国人为什么不学习印度用手吃饭呢 这是一位印度网友在美版知乎上的提办 他还在下方补充道 我在中国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会用筷子 这样真的方便吗 上帝给予了我们五根灵活的手指 而中国人却用起了两个细长的木头 这一点他们应该向我们印度看齐 一双筷子很有可能被一百个人服务过 而印度人的手指呢 却只会自己嘴巴服务 到底哪个更干净卫生 瞬间搞下理判 看到这小元也是呆住了 心中跑过一碗头来操你满 那么各国的网友是怎么评论的呢 另一位阿三哥在下方评论道 在印度大多数的人都使用我们的右手来吃食物 不管是鸡肉鱼肉还是羊肉 统统右手吃 可能在其他外国人看来 遮痒机粗鲁又不卫生 但事实上这种吃饭的方式 不仅优雅而且干净卫生 主要是因为我们双手分工明确 左手专门用来上厕所 而右手呢则是用来吃饭的 要知道在我们的印度教中 食物那可是神赐予的 用手吃饭也是对神的尊重 左手因为上厕所变得非常的肮脏 所以右手是最捷径的 是可以触摸神的 还有一点就是印度人用手吃饭的缘故 可以追溯到上千年 古人认为用手吃饭的感觉很好 先用手感觉食物的质地 然后把它放到嘴里 能够增加人们吃饭的欲望 有一次呢我在后街市吃饭 远处一位同样在吃饭的金发美女吸引了我 她似乎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手中的刀叉怎么都不能将肉和骨头分开 眼中满是无助的眼神 而此时她也注意到了正在用手吃饭的我 我拿起鸡块放到嘴里 很轻松的就将骨肉分离了 这种使用方式呢似乎引起了她的兴趣 接着她便放下刀叉 也开始用起手来 此时的她彻底摆脱了舒服 自由的享受着鸡块 所以说用手吃饭 比刀叉以及筷子带来的效率更快更好 全球人民都应该像我们印度人一样 放下餐具伸出双手 挣脱舒服获得自由 好家伙这位印度人是真的会说 虽然这样说的的确有些道理 但我还是想问一句 假如印度有一位只有左手的残疾人 那她是怎么能够同时用左手来吃饭和上厕所的呢 美国网友凯特回答道 我很好奇印度人真的吃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手吗 虽然美国人吃汉堡 薯条和披萨等食物时 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手吃 但至少不会吃到手上到处都是 而印度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饭 难不成他们也用手抓着吃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他们吃完之后还要做一下手指 是不是找不到地方洗手呀 我很难想象 如果和一个印度男人正在约会 他会用衣裳沾满咖喱和口水的手来牵着我 中国网友李雷回复道 中国盛行九年义务教育 早在上幼儿园之前呢 就被家长教导吃饭要用餐去 而不是用爪子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 当看到有人用手吃饭时 你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些吃惊 虽然呢印度人用手吃饭 但我们无权质疑当中国人去印度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都会用勺子吃咖喱而不是用手 而在中国如果在同一张桌子吃饭时 有个印度人突然徒手去抓菜 那我估计这顿饭没人吃得下去了 但这就是文化差异 没有对错之分 不过最重要的是 无论用哪种饮食方式 都要做好个人卫生 而至于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中国大多数的美食 直接用手会受伤的 甚至呢直接给你烫熟了 就比如说火锅 我相信即使在喜欢用手吃饭的印度人 也不敢挑战用手吃火锅 此前的一位印度朋友 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印度人吃饭就是这样 即便来到中国也会用手抓饭时 接着便带他来到一家火锅店 看着火红且滚烫的火锅 这位印度立刻沉默了 德国网友保罗表示 我实在不敢相信 美国和中国人的包容性这么强啊 上周我们在慕尼黑的餐厅 进行家庭聚会 不晓得是旁边正好是一桌 来自印度的客人 看到他们一个有一个的 用手将食物塞到嘴里 我的眼睛好似受到了玷污啊 我不得不多次告诫我的孩子 要注意食物卫生 千万不要跟这几个印度人学习 否则你将会生病 因为手上有很多的细菌 他们都会跟随你的食物 一起进入你的身体里 可印度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印度阿三拉甘地回复道 其实用手吃饭并不会产生病菌 相反还会对身体有好处 要知道每根手指 都是连接到身体内的一个能量中心 通过用手指进食 身体的能量和食物的能量 在进入身体之前就被调和了 俗话说 让食物成为药物 让药物成为食物 而用手吃饭 则是将两者相互调和 另一位印度网友加拉法附和道 在印度的飞陀文化中 用手吃饭不仅可以滋养身体 还可以滋养心灵和精神 根据飞陀的知识 五根手指分别对应的是 火 空 气 天 地 和水 如果人的身体缺乏任何一种元素 就会导致疾病 因此呢 当人们用五根手指吃饭时 可以保持五种元素之间的平衡 从而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 还有一位印度美食家表示 使用手来吃饭 其实呢与食物的构成息息相关 在印度人们主要以米饭或者是烤肉为主食 通过手可以将米饭与咖喱均匀的搅拌 这是用勺子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 区业 感谢观看